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帮士兵想捉拿耶稣 当时我不见 斩了大祭司罗伯的耳术 但是耶稣当时不丹子母感谢我 反而还用手去治愈那个人 这件事令我有很深的体会 再一次证明耶稣是用爱 来使大家跟随他 在耶稣传道的生涯之中 都想将希望的信息 传给我们犹太人看不起的人 例如有撒玛利亚人 有瑟利 有行人的妇女 还有还大麻风的人 耶稣都主动去接触他们 耶稣想用爱将他们的生命 一起连结起来 耶稣除了重修人与人之间的桥梁 还重修了人与神之间的桥梁 还记得耶稣受死那一晚 我内心真的很害怕 因为我三次没有认耶稣 我还记得在吃饭那一晚 我和所有门徒说 所有人背叛你 我比得一定不会背叛你 谁知道我真的背叛了耶稣 我感觉真的很差 很对不起耶稣 后来耶稣不但没有生我 之后他还去加利利海边找我 加利利海边对我来说很有意义 因为耶稣在那里 是第一次呼召我的地方 现在重回旧地 好像给我有一个重新的机会 耶稣在加利利海边 问我三次爱不爱他 我本身觉得自己三次跌倒 和耶稣有了一个隔膜 但是耶稣 重新让我有三次承认了他的机会 尽管我曾经失败 他都让我在教会继续服侍 做得人的渔夫 感谢耶稣 他是我们和平的君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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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稱字稱讚我 於隔離離海邊 問我的心如何 縱使我曾願約 你卻沒有捨棄 願一生跟著 奉上隔離 遠遠 全部擁抱 提花 主也孤母 你安慰 你引導 你不說 你教導 這一切 我都不知道 耶穌 親自稱讚我 於隔離離海邊 問我的心如何 縱使我曾願約 你卻沒有捨棄 願一生跟著 奉上隔離 你 我不會搜 向前走 辨避愛你的火 並不放手 你應許不改變 別先忍看過 似我勇氣 走上 新的方向 耶穌 親自尋找我 與隔離離海邊 於隔離離海邊 問我的心如何 縱使我曾願約 你卻沒有捨棄 願一生跟著 封封上隔離海邊 或坐下 你卻沒有捨棄 願一生跟主奉上給你 願一生跟主奉上給你